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要学习的知识点是转换函数 什么是转换函数呢? 实际上Work呢,是可以根据一些具体情况来进行一些转换 比方说数值到字幅串啊,字幅串到数值啊 日期到字幅串呢,以及字幅串到日期 很多时候呢,这些转换是可以自动实现的 但有些时候呢,就必须要强制转换 像自动实现的字幅串转换,举一个例子 Cinact AAA连接123 from Dior 这个呢,很明显哈,数字会自动转换成字幅串 数字会自动转换成字幅串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复制到 Pier Sequel Developer里面去看一下 出来的结果就是AA123哈 这是一些自动转换 但有时候我需要强制转换怎么办呢? 这里呢,就可以有一个函数叫做2character 2character函数 那么2character可以怎么做呢? 比方说现在我要把123转成什么呢? 字幅串,123是一个数字嘛 我可以直接2character OK 123 好,看一下效果 这个地方呢,表面上看不出来哈 实际上它已经把这个数字转成了一个字幅串 123,而不是数字123 好,这个就是2character的用法 其实2character呢,是指把其他类型的 只转换成,强制转换成字幅串 除了这个数值到字幅串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日期到字幅串 好,我这里呢 2character参数变成C-State C-State我们已经学过哈 是一个日期函数 意思是获取当前的这样一个日期 看一下,精确到10分秒 结果发现它是15年的1月8号 没错哈 它出来的结果实际上呢 是一个字幅串的这样一个类型 但是呢,如果我将日期转成字幅串 实际上呢,我还可以通过一些格式字幅串 比方说YYYY,格式字幅串 单引号扩起来的一些特殊字幅 YYYY代表四位连 意思是我要获取当前日期的四位连 并且转换成字幅串类型 好,在这里我们就附带说一下日期格式 日期格式有哪一些呢 有YYY和四位YY YYYY刚才已经说了哈,是四位连 那么YY就代表什么呢? 两位连 如果我还有个Q呢? 大写的Q看看 出来的是1代表第一季度 注意是第一季度 如果是MM呢? 代表的是01哈,是月 那WW呢? 代表是当年的第几周 我们现在是当年的第二周 今天1月8号没错 的确是第二周 那么W是指本月的第几周 也是第二周 那么DD是指当月的第几天 我们肯定是第八天 如果再加一个D呢? 代表是当年的第几天 也就是说其实这种 2character类型的这种函数哈 它除了把日期类型转成字符串之外 它还可以通过一个指定的格式字符串 将这个日期类型中的数据哈 截取我需要的那个格式 并转换成字符串 好,接下来我还可以怎么样呢? 转成四位连 MM DD 看一下 出来的结果是2015-01-08 当然这些特殊的格式字符串 我也可以用一些符号连接起来 好,这就变成了斜杠 当然我也可以怎么样呢? 控格 可以控格 好,除此之外还可以是 10分 秒 HH24代表24小时 MI代表分钟 SS代表秒 这里都有哈 格式字符串哈 日期格式字符串 好,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回过来哈 这是数值到字符串 以及日期到字符串的用法哈 用法和示例 这里一个日期数据 第二个是格式字符串哈 日期格式字符串 举的例子呢 就在这里 CNAC的2CH CSTATE YYYDD MMDD HH24 MI SS from Dior 这是 2character 强制转换函数哈 强制转换成字符串的 强制那个转换函数 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 这种 字符串到数值的 这样一个函数叫做 2 Lumber 2Lumber 举一个例子 CNAC 2Lumber 单引号1234 from Dior 这是一个强制转换函数哈 我们结果发现 它绝对是一个数字 因为它转换成的这个数字 是可以加1的哈 可以进行算数运算 1235哈 字符串加1的话 就做不了这种运算了 那这种2Lumber 是强制把参数转换成 数字类型 但是如果说 我这个字符串 出现了这种字符 S 你会发现 它根本没有办法强制转换 也就是说2Lumber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够用得上的 那么介绍完2Lumber哈 2Lumber这种强制转换函数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从字符串到日期的话 我们有一个强制转换函数叫做 2Date 2Date 好 接下来看一下 现在呢 CNAC的2Date 哈 FromDual 很明显我这里面要给个字符串嘛 因为字符串到日期 如果我给的是2014 01 08 好 看一下它能够正常转换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2Date 它是有两个参数的 意思是 你这个字符串 得匹配一定的日期格式 好 现在我们执行一下 这样子呢 才会顺利的把字符串函数哈 转成日期格式 好的 这个就是2Date函数的用法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本次课的内容就结束了 我们学习了 2Char函数 2Lumber函数 以及2Date函数 好 我们本次课内容到此结束 下次课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